他以领口供被判无期徒刑 在预感自己即将面临对手的暗算的时候 他把所有秘密告诉了一个小混混陆明 并想办法让他获得缓刑 指望利用这个年轻人替自己复仇 而陆明仅记着大安人的一句话 什么都别说 欢迎收听2022年热门现代都市有声小说 领口供 敬请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 吴传普吃透了范昌明的指示精神 说道 那我们干脆不立案 让刑警队先进行调查 等农科院那边闹起来之后 再看具体情况 只要我们不立案 你也就暂时没有必要向上级汇报 范昌明说道 既然这样 你也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 不妨找个机会 跟蒋宁香接触一下 探探他的口气 说实话 我对这个案子还是持怀疑态度 蒋宁香老谋深算 怎么会为了一个项目冒这么大的风险 楚世民趁机说道 所以我还是倾向于这个案子是陆明干的 为了几个亿的资产 铤而走险 也不是不可能 据我掌握的情况 事发那天下午 大约四五点钟 工地上大部分施工人员和设备都转移了 只剩下六个人 这六个人除掉两个女的 有四个男的 陆明本人肯定不懂得爆破技术 应该是指使者 动手实施爆破的 可能就是另外三个男人 我准备暗中调查一下 这三个人的背景 如果能从他们身上 打开突破口的话 这个案子 基本上就不用再费什么事了 吴传普首先表态 我同意 不过在事情还没有眉目之前 不要太过张扬 如果让蒋宁香知道 我们在调查他 肯定会想办法从中阻挠 范昌明说 我还是那句话 正常的案件侦破工作 没有必要事事都来请示我 只要不违反政策和工作纪律 谁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 至于蒋宁香背后有什么人 这个问题不是你们该操心的 如果有人找我 我自然有话说 不过也不能为了破案而破案 如果没有证据 也不要随便冤枉人家 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回家睡觉了 廖雁北说 哎 范局 难道你真以为 我们把你从家里拉出来 就是为了这个案子 范昌明本身已经站起来 听了廖雁北的话 又坐下来 疑惑道 怎么 难道还有比这个案子 更重要的事情 吴传普冲楚世民说道 你忙你的去吧 我们这里 还要商量点别的事情 等到楚世民出去之后 吴传普把办公桌上的几张照片 递给范昌明说道 你先看看这个 范昌明一张张翻看了一遍 疑惑道 这不就是一栋房子吗 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 廖雁北有点兴奋的说道 从外表上看 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不过我和老吴都倾向于 这栋房子里 可能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 范昌明一听 又从茶几上拿起照片 一张张仔细看了一遍 这房子 好像是哪个郊区的民房吧 你们就别给我打雅弥了 廖雁北说道 这是我们下午才收到的一个重要情报 你应该没有忘记周玉露吧 范昌明惊讶道 周玉露 难道他露面了 他的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 廖雁北摇摇头说 这件事情跟周玉露有没有关系 目前还不清楚 反正这栋房子产权属于他母亲 只是眼下住在里面的人 却是蒋零湘 范昌明似乎还没有理顺其中的关系 说道 这么说 这栋房子在陆家镇 蒋零湘和周玉露的母亲 是什么关系 廖雁北说 这个我们不感兴趣 我们感兴趣的是 我们的人偶然发现的一个小细节 根据情报 蒋零湘这栋住宅 从几个月前突然开始戒备森严 每天24小时 都有保安轮流值班 即便蒋零湘不在家 值班制度也雷打不动 并且据说 负责这栋房子值班的保安 有两个特点 一是都姓陆 二是他们都参加过 营救陆建华的行动 并且深受陆明的信任 一般的保安都没有资格参与这件事 吴传普插话道 如果这栋宅子是蒋零湘的私宅 有保安值班也属正常 可这栋房子户主 却是周一路的母亲朱雅仙 蒋零湘只不过是借住 另外时间点也很可疑 根据情报 这栋房子以前并没有保安值班 而是几个月前突然加强了安保措施 但从来没有听说过 蒋零湘的安全受到过什么威胁 范昌明好像感觉到有点热 站起身来脱下了西装 然后点上一支烟 一张一张的翻看照片 嘴里似自言自语的说道 这么说 几个月前 这栋屋子里存放了什么值钱的东西 或者是违法的东西 又或者是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廖雁北说道 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肯定不会是古董字画 要么是存放了什么违禁品 要么就是 就是什么 范昌明有点兴奋的期待道 廖雁北看看吴川普说道 我不想下定论 但这种偷偷摸摸安保措施 太令人遐想了 我已经通过陆家镇方面的人 了解过一些情况 这种房子在那边很普遍 结构上家家户户都差不多 每户人家都有一个不小的地下室 抵得上一个小型的库房 我猜测 我猜测蒋雁枪这栋房的地下室里 存放了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并且是几个月前才存放进去的 虽然我们的人没有搞清楚 几个月前具体是什么时间 但差不多应该是恐龙出事的时候 樊昌明把照片扔在茶几上 搓着手说 这 我总觉得这一切来得也太容易了吧 我们的尾巴才去了几天时间 并且都没有和陆明怎么接触 难道就有了突破性进展 廖雁北说道 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不管怎么说 蒋宁湘和陆明并不是职业罪犯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恰恰是安保措施带来了不安全的因素 而我们的尾巴却善于从细节中 发现蛛丝马迹 这就叫有心种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因 不管怎么说 我们总不能对这个发现无动于衷吧 范昌明小声道 怎么 难道你还想公开搜查蒋宁湘的住宅 廖雁北说道 炸大坝的案子 我们就自己做主了 但对蒋宁湘这栋房子采取什么措施 我和老吴都等你拿个主意 我们可不敢轻举妄动 这倒不是我们担心自己的乌纱帽 而是考虑到你的前程 范昌明点上一支烟 闷着脑袋抽了一会儿 抬头说道 那你们总可以说说你们的想法吧 我不信你们没有考虑过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你们现在只当我是蒋宁湘的聘头 离开了我 你们打算怎么办 廖雁北笑道 那我们只能暗中想办法 不可能直接登门搜查 也许会派人一直监视这栋房子 一直等到他们转移这些危险品的时候 再抓他们一个现行 那时候你这个聘头也无话可说 甚至还要马上和蒋宁湘撇清关系 范昌明问道 这么说 蒋宁湘如果没有背景的话 你们准备直接上门搜查了 吴传普说 也许会换个方式 比如找个检查消防安全之类的借口 或者让我们的人想办法混进去 摸清楚情况再动手 范昌明又是一阵沉默 最后说道 不管怎么说 这是我们得到过的最振奋人心的消息 目前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情报 廖雁北说 除了尾巴之外 就是这个房间里的人 楚队长还不知道 我们没有告诉他 范昌明说 尾巴在那边行动肯定不自由 他不可能长时间监控这栋房子 如果派人24小时监视的话 你们准备派什么人 廖雁北说道 你决定来岸的 不管是来明的还是来岸的 都不能太仓促 我们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比如 这栋屋子晚上有几个人住 都有什么人 经常和蒋宁香在这里见面 如果屋子里真的有违禁品 必须搞清楚和陆明有没有牵扯 我怀疑这些违禁品很有可能是陆明手里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贸然行动 就算抓住了蒋宁香 可陆明马上就会躲起来 这个案子最终还是拖泥带水 既然有这么重要的线索 最好是一次性把这件事解决掉 当然 前提条件是 我们必须搞清楚房子里确实有我们感兴趣的违禁品 否则一切都是瞎折腾 吴传普说道 那我想办法尽量先摸清楚屋子里情况 不排除采取一些特殊手段 不过 我还是要事先请示一下 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 是不是马上扣查所有违禁品 范昌明说 那当然 绝对不允许里面的违禁品再次被转移藏匿 说着 扭头冲廖雁北问道 据你猜测 里面大概会有多少违禁品 廖雁北犹豫了一下 要么没有 要么就不会是小数目 否则蒋宁香 也没必要亲自坐在屁股底下了 不过我估计 他可能一直在悄悄地消化这些违禁品 所以必须盯牢了 要不然 等我们搞清楚情况 恐怕就所剩无几了 范昌明点点头说 嗯 你们尽快拿出一个可行方案 否则夜长梦多 另外 通知尾巴 严密监视陆明和蒋宁香的动向 争取发现更多的证据 廖雁北说道 方案已经有了几个 就看采取什么方式了 我们得到的情况是 蒋宁香今天进城了 如果他晚上不回陆家镇 我们打算今晚就派人去探探虚实 范昌明点点头说 我再次提醒你们啊 负责执行这个任务的人 要绝对可靠 不能泄露一点风声 三个人商量完毕之后 范昌明和廖雁北 一起离开了三分局 也不知道是因为兴奋睡不着 还是心里不踏实 当廖雁北走上自己汽车的时候 范昌明叫住了他 说道 今天该不会也是你交公粮的日子吧 廖雁北停下来笑道 哼 怎么 连这种事情你都要管 范昌明说 算了 我也不想回去了 干脆咱们找个地方喝两杯 咱们也别开车了 就在附近找个地方 廖雁北笑道 只要你请客 我是随时奉陪 毕竟时间太晚了 大部分餐馆已经打烊 两个人沿着马路走了好一阵 才发现 一家仍然在营业的小餐馆 于是 就在里面一个隔间坐下来 点了三个菜 要了一瓶老白肝 范昌明端起酒杯 和廖雁北干了一杯 说道 好料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有种铜马蜂窝的感觉 你说 这会不会是蒋宁湘设的什么陷阱啊 陷阱 给谁设的陷阱 范昌明犹豫的 你敢保证 我们暗中调查陆建民赃款的事情 没有传到蒋宁湘的耳朵里吗 就凭他的老谋深算 不可能没有应付的手段 你怎么疑神疑鬼的 我们这一次保密措施这么严格 知情人掰着手指头也能数过来 怎么会泄密呢 范昌明若有所思地说 道理是没错 可我还是觉得 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 难道一个警校的学生 就把我们拖了几年的案子 简简单单的给破了 廖昌北笑道 你这几年啊 一直在追踪陆建民赃款的下落 却每每走进死胡同 猛然在不经意间发现 原来一切都这么简单 当然会有疑虑 不过我还是那句话 蒋宁湘和陆明并不是职业罪犯 早晚会露出马脚 范昌明打断廖昌北说道 以前陆明跑丹邦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现在有了蒋宁湘的帮助 反而露出了马脚 你觉得蒋宁湘还比不上陆明这小子 廖昌北笑道 你这种顾虑理论上是有道理 可在实践中就这么简单 要不然怎么会有马师前提 阴沟里翻船的说法呢 实际上啊 我也总结过 徐晓帆一直在陆明的案子上 无所见书的原因 这倒不是他有作弊的嫌疑 而是陆明这小子 采取了一种 稳扎稳打的办法 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这小子每花一百块钱 都能说清楚 这一百块钱的来源 如果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他宁可让赃款趴在什么地方睡觉 所以想抓住他的把柄 确实不容易 说实话 如果这一次真的找到了陆建明的赃款 我们还应该感谢蒋宁香呢 他毕竟是个商人 城府在身 也不会像陆明那样刻板 现在他公司正在大规模扩张 正是洗钱的好机会 他自然会冒这个风险 并且他有可能以为 我们真的放弃追查陆建明的赃款了 范昌明还是摇摇头 说道 炸大坝把巨款藏在自己的地下室里 我怎么觉得这些事不像是蒋宁香干的 廖燕被端起酒杯 跟范昌明碰了一下 不管是不是他干的 反正眼下还没有定论 我们的职责不就是要验证自己的推断吗 老范啊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 一切还只是一个推断 蒋宁香的地下室 有没有你想要的东西 还不一定呢 我知道你急等着米下锅呢 范昌明一口气把酒干了 叹口气道 哎呀 如果这一次真能弄到点钱的话 起码也能让我松口气 你不知道啊 局里面现在都快揭不开锅了 还背了一屁股外债 昨天廖生远还讥讽我呢 说是公安局如果是一家企业的话 早就被我搞倒闭了 亮雁北奇怪道 W市也算得上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 地方财政起码应该满足公安局的办案经费 怎么就弄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呢 范昌明气愤道 地方财政给的那点钱不够塞牙缝的 也就勉强发个工资 再说了 我们局里面前两年接连出事 光是125袭警案就出去四五百万 上面答应给两百万 直到目前为止 到账的也只有170多万 还有30多万一直赖着不给 哼 我算是看透了 财政上那些人也是看人下菜碟 他们知道我和孙干尿不到一个壶里面 所以就故意卡我的脖子 还有下面分局都闹着要盖房子 派出所闹着要改善办公条件 局里面的设备也有待更新 且不说这些 又要过年了 我总要给大家弄点奖金吧 廖雁北同情说道 看来这一把手也不好当啊 不过如果真的找到陆建民赃款 难道你敢私自挪用 范章明黑黑笑道 这你就别管了 到时候钱在咱们手上 自然有办法 先不说别的 起码要先把外债还掉 要不然我还真不想干了 廖雁北喝了一口酒说道 老范啊 还是别妄为止渴了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假如一分钱没有 你这个日子还是要过下去 不过我总觉得 你心里七上八下的原因 没有这么简单吧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你应该是担心 拿下蒋零枪之后 会产生什么后果吧 范章明没有直接回答 廖雁北的问题 而是忧心忡忡地说道 最近市里面有不少传闻 其实也不仅是传闻 有些事情好像已经是事实了 你应该也听说了吧 有个大导演 正准备在我们这里拍一部 有关爱国主义题材的电视连续剧 片中的主人公 竟然是以陆家镇的一个老革命为原型 亮雁北笑道 老范啊 你也开始不务正业了 怎么居然关心起影视界的事情来 我可没有听说过这些事啊 范章明说道 问题是啊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影视界的问题了 而是马上要进行的一场 爱国主义宣传活动 廖生元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 我们公安局 不仅要组织全体人员 认真学习革命先烈的先进事件 还要专门组织人员 对这部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保驾护航 廖雁北笑道 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 范章明哼了一声 你当然没有听说过 你整天只顾埋头拉车 又不用抬头看路 廖雁北笑道 这事也没什么特别的 每年不都要来一两次吗 无非是走走过场 每个人写一篇学习心得 范章明摆摆手说 我听说了这件事以后啊 就想先学习一下 总不能两眼一抹黑的 组织下面干警 学习劣势的先进事迹吧 我让人找来那本中魂的书看了一下 你知道啊 我这辈子读过的小说加起来 也不会超过三本 并且没有一本是看完的 没想到啊 这次竟然就看进去了 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全部看完了 廖雁北笑道 真难得呀 听说人年纪大了 就喜欢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范章明严肃地说道 这可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事情 书中的主人公确有其人 这个人名叫陆云轩 陆家镇人 早年带着八个勇士 在这一带拉队伍 闹革命 没想到 后来就成了大器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外界有传言 说这个陆云轩 是陆家镇梅园村 土生土长的人 当年闹革命的时候 抛下了老婆孩子 你猜猜 这个孩子是谁 廖雁北茫然道 这个我怎么猜得到 不会是你吧 范章明骂道 你小子跟我喝过几杯酒之后 越来越想炉原了 一点规矩都没有 实话告诉你 这个儿子就是陆赵南 廖雁北脸上 慢慢地露出吃惊的神情 毕竟他当过三分局的局长 陆家镇就是他的辖区 有关陆明的身世 他多少知道一点 你是说陆明那个庙里的和尚 范昌明点点头说 看来你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廖雁北吃惊的 这个陆云轩是陆明的爷爷 眼下呀 我也只是听到点传闻 是不是真的还不清楚 不过前些天看到一个新闻 好像陆云轩后来又有了老婆孩子 并且还上了电视 并没有提到陆明的名字 亮眼北笑道 老范 你拐弯抹角地说了半天 我现在明白你心病是什么了 你是不是担心 陆明成了烈士后代之后 就不好对他下手了 这些年被收拾的红二代 红三代难道还少吗 范昌明干了一杯酒说道 我看啊 你这辈子只能当个副局长了 致命弱点就是没有政治头脑 眼下正是大张旗鼓 宣传陆云轩的时候 如果陆明真的是他的孙子 我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把他抓起来 肯定有人会指责我是什么用意 难道想往烈士脸上抹黑 廖燕被惊讶了 有这么严重吗 就有这么严重 我特意去省里面打听过 这一次宣传陆云轩事迹的 不是我们这边政府提出来的 而是中宣部 总参政治部 广电总局这些吓死人的部门牵头 省里面都忙着积极配合呢 你我难道还敢拆台 廖燕被惊讶的合不拢嘴 最后说道 啊 我听出点味道来了 你是担心蒋宁香牵扯出陆明 而这个时候不好对这个小子下手 不然你的对手就有可能利用这件事来攻击你 不过你不是说只是传闻吗 这件事八九不离十 这个陆云轩和陆明是不是祖孙 且先不说 但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头衔 那就是陆大将军的嫡系传人 这一点就说明他们之间不可能没有关系 至于上面为什么没有让他出头露面 目前还不是太清楚 廖燕被说道 那怎么办 如果现在洞蒋宁香的话 随时都可能牵出陆明的案子 到时候总不能对这小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范昌明点上一只烟 犹豫了好一阵 最后说道 眼下只能暂时要钱不要人了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陆明的罪名也就是窝脏罪 这种罪名可大可小 如果考虑到他曾经当过徐晓帆的县人 一旦上面压力太大 我们还可以找个借口不追究他 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 也许蒋宁香就能把这件事一个人扛下来 廖昌北说道 我倒是有点纳闷了 难道你觉得蒋宁香比陆明更容易对付 你就不在乎得罪他背后的人 范昌明说 我只能赌他背后的人跟这件事没有牵连 此外 蒋宁香好像犯了老毛病 他就像当年的陆建民一样 竟然插手韩月和孙干的权力斗争 如果我拿下他的话 孙干即便不公开支持 起码不会给我找麻烦 至于韩月 他的手暂时伸不到这里 等他进入省委大院再说吧 廖昌北细细咀嚼了一番范昌明的话 笑道 老范啊 别人都说你是一只老狐狸 今天我算是见识了 不过我声明啊 我嘴里的老狐狸 绝对是包一词 范昌明嘿嘿笑道 你没必要声明 在我眼里 老狐狸 从来就不是一个贬义词 对于一个公安局局长来说 更是如此 陆明好不容易哄得陈丹飞不哭了 不过 如意算盘却落空了 因为陈丹飞赌气地推开他 拉开被子 穿着衣服躺进被窝里 留给他一个背影 不管陆明在他耳边说什么甜言蜜语也不理他 最后 陆明自己都觉得没意思 哪里还好意思下手呢 只好躺在那想想心事 结果不到十分钟 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并且这一觉 直接睡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才醒过来 扭头看看 惊讶地发现陈丹飞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起床了 正想爬起来 忽然听见外面 传来陈丹飞小声说话的声音 他还在睡觉 好的好的 我这就叫他 开门急忙坐起身来 抬头就看见 陈丹飞拿着手机走进来 神情紧张地说道 阿明 董事长的电话 陆明也忍不住一阵紧张 没功夫多想 马上从床上跳下来 从陈丹飞手上接过电话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才把手机举到耳边 说道 干嘛 我刚才已经了解过了 大部分洪水已经退去 只有小部分路段还淹在水里 如果开越野车的话 应该能过来 我让你无论如何马上离开哪里 赶到市里面来见我 记住 不要告诉任何人 娘杜军开车 自己一个人来 只听蒋宁香说的 陈明颤声说 干嘛 出什么事了 不能在电话里说 按照我说的办 说完 电话挂断了 陆明拿着手机站在那发呆 一边的陈丹飞显然也预感到什么 急忙问了 阿明 该不会是债大堤的事情 被官局知道了吧 陆明就像没有听见陈丹飞的话似的 脑子里瞬间把各种可能性都想了一遍 然后冲陈丹飞喝道 别胡说了 谁炸大坝了 今后别再提这件事 陈丹飞见陆明一脸凝重的神情 反倒不敢回嘴 只是担心道 他们会不会抓你啊 陆明摸出一支烟点上 坐在床头 闷头抽了一会儿 然后把抽了半截的烟头扔在地上 伸手抓起衣服裤子 一边穿一边说道 你们几个先留在这里 下午就应该能回去了 我让杜鹃先送我走 阿明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陈丹飞神色慌张地问道 陆明说 你别问 天塌下来也没你的事情 你只管做好自己的事就行 记住 不该说的话别乱说 说完 登上鞋子就往外走 结果被陈丹飞一把拉住胳膊 嘴里叫了一声 阿明 陆明此刻对陈丹飞 似乎没有一点留恋 问道 你还有什么事 陈丹飞犹豫了好一阵 一张脸渐渐地泛起红韵 低垂着眼帘说道 其实 其实昨晚我 我本来是想 虽然陈丹飞吞吐吐吐的 没有把话说完 可陆明基本上 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气得心里面直骂贼婆呢 心想 他该不会以为 自己现在是去坐牢吧 你慢慢想 什么时候想通了再说 陆明丢下一句话 就出了门 正好看见杜娟和六子 从前面走过来 急忙喊道 杜娟 咱们现在就走 杜娟急忙跑过来 惊讶道 现在就走 洪水退了吗 管他退没退啊 反正现在就要走 快点去开车 杜娟见陆明好像急得有点上火 也不敢多问 急忙跑过去开车 陆明喊道 开那辆皮卡 六子走过来说道 老板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我来开车吧 陆明拉着六子走到一边 小声说道 记住我一句话 打死也不承认 你要是敢胡说八道 我让陆虎宰了你 六子一听 想当然地以为 炸大堤的事情东窗事发了 还以为陆明要跑路呢 急忙信誓旦旦地说道 老大 你放心 如果从我嘴里说出一个字去 你就把我舌头割了 陆明拍拍他的肩膀 说道好 我信得过你 照顾好陈总 下午只要一通车 就马上送他回陆家镇 说着 杜娟已经把皮卡车 开到了跟前 陆明二话不说 拉开车门就钻了进去 汽车开远的时候 还看见陈丹飞 失魂落魄地站在门口 心里面忽然有点发酸 忍不住涌上一股感情的潮水 久久不能平静 蒋宁香昨天晚上 宴请了农科院的几位领导 饭局散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于是就没有回陆家镇 而是回到市里面自己的家里 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后 在家里处理了一些文件 正想打电话 叫来司机回陆家镇 就接到陆虎打来的一个电话 饶是他已经是 处境不变的老游击队员了 可听完陆虎的汇报之后 脸色都白了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原来陆虎一大早就来到公司 先把所有保安召集起来 在公司前面的停车场上操练了一会儿 又安排了这个星期的值班顺序 然后叫来昨天晚上 在蒋宁香家里值班的老三 问道 董事长昨晚回来没有 老三说道 没回来 肯定是在城里住下的 难得董事长不在家 我看了一晚上大片 陆虎点上一支烟骂道 你他妈可别撸昏过去 要是董事长家里出什么事情 看老大怎么收拾你 老三笑道 这怎么可能呢 我是越撸越精神 哎二哥 你看那小子 来了没几天 到处问这问哪 陆虎一扭头 看见新来的陈刚 正和张鲁南 站在公司门口抽着烟 有说有笑的 哼了一声道 我早就看不惯这小子了 长得人模狗样 简直是破坏咱们陆家军的形象 要不是看在龙哥的份上 我早踢他出去了 老三说道 别看他这副德行 野心大着呢 仗着和龙哥是育友 竟然想接近董事长呢 你不知道啊 这小子昨天下午 还在董事长家门口 鬼鬼祟祟的晃悠了一圈 你不知道想干什么 陆虎一听 眯着眼睛问道 你说什么 他跑到董事长家门口晃悠 老三笑着说道 是啊 这小子不知道 我们大门上装了监控探头 我一直在屋子里看着他 你不知道啊 这家伙在监控里面的形象 要多猥琐有多猥琐 越看越想笑 陆虎伸手一把揪着老三的胳膊 把他拉到一边 低声问道 他怎么会知道董事长家的地址 老三一头雾水的说道 我怎么知道可能是张鲁南告诉他的吧 最近他们两个人好像走得挺近的 陆虎抬起头盯着远处的陈刚和张鲁南看了一会儿 说道 你去把张鲁南叫到我办公室来 过了一会儿张鲁南走进陆虎的保安经理办公室 毕恭毕敬地说道 陆总 叫我有事啊 陆虎骂道 你他妈怎么不长记性啊 我说过多少次了 别叫我陆总 张鲁南急忙笑道 哎 是是 以后就叫你老大 陆虎又瞪着眼睛骂道 你脑子缺根弦是不是 想找抽呢 难道不知道这里谁是老大吗 张鲁南陪笑道 好好 我知道了 陆部长 陆虎点上一支烟 抽了两口 又拿出一支扔给张鲁南 问道 我听说这几天 你跟那个新来的走得挺近啊 张鲁南愣了一下 随即笑道 啊 你是说陈刚啊 也没有啊 可能是因为他刚来 好多事情不太清楚 所以就喜欢问我 陆虎问道 他都问些什么 张鲁南犹豫了一下 也没什么 就是保安部的一些规矩 规矩 难道打听董事长加住址 也是这里规矩吗 陆虎板着脸问道 张鲁南似乎马上想起 前天和陈刚说的那些话 急忙辩解道 哎 陆部长 他确实问过 可我没有告诉他呀 陆虎摆摆手说 那你说说 他都打听些什么事情 说着 见张鲁南欲言又止的样子 警告道 可别撒谎啊 张鲁南只好说道 就是问问董事长家里值班 为什么没有他的份 还有龙哥和老大之间的事情 想知道老大 为什么会对龙哥这么信任 对了 他还打听过杜娟的事情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陆虎的一双眼睛 阴沉沉的盯着张鲁南 盯着他心里直发毛 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 急忙辩解道 陆部长 我本来是不想跟他说这些的 可心想他好歹是龙哥的育友 所以就 陆虎脸色稍稍缓和下来 说道 张鲁南 跟着我做事 可要管好自己的嘴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说 要不然可待不下去 你去城里打听打听 一个保安一个月撑死三千块 我们这里能拿到四千 年底还有奖金 难道这份工作 你不想干了 张鲁南急忙说道 哎 陆部长 下次不敢了 我发誓 一定管好自己嘴 陆虎摆摆手说 好了 这一次我就暂时原谅你 不过可不能再有下一次 你去 把老三给我叫来 不一会儿 老三走了进来 说道 二哥 什么事啊 我正准备睡觉呢 陆虎骂道 你他妈不是越撸越有精神吗 睡什么觉啊 老三笑道 如果二哥有什么事情吩咐 那当然是例外 陆虎站起身来 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最后掐灭烟头 说道 我不能冒这个风险 老大可是特意交代过 老三疑惑道 老大交代什么了 陆虎小声道 我总觉得这个陈刚有问题 妈的 他好像特别关心董事长家的安保措施 还打听老大和龙哥的关系 连杜鹃都没落下 老三这才明白陆虎的意思 说道 你的意思是 这小子想去董事长家里行窃 陆虎说道 很难说啊 虽然他是龙哥的育友 可老改队里有几个好东西 何况龙哥跟他在一起 也没有待几天 这小子有点来历不明 我看还是先搞清楚 他为什么对董事长家的安保措施 这么感兴趣 然后等到老大回来 再交给他处置 老三犹豫的 二嘎 这小子毕竟是龙哥的育友 还是老大安排在这里的 是不是先请示一下老大再说 万一没什么问题 到时候可别惹老大不高兴 陆虎一摆手说道 老大的手机掉进水里没用了 现在也打不通 反正老大交代过 凡事牵扯到安全方面的事情 不管大小绝不能含糊 说着看看手表 过十分钟 你找个借口把这小子带到老城来 现在去把大头和老五叫来 距离老城南边十几公里的 一个小山坡底下 有一栋破败的农舍 是陆虎爷爷留下来的 虽然好多年没人住了 可一直没有拆 加上这里僻静 没有什么人来往 正好被陆虎用来审讯陈刚 陈刚可不知道陆虎找他什么事情 毫无戒备的 坐上老三的车 来到了农舍 一进门就看见 陆虎坐在一张破旧的太师椅上 嘴里叼着烟 左右站着大头和老五 几个人眼睛都凶狠地瞪着他 就像是要扑上来把他吃掉似的 心里面忍不住有点紧张 强笑道 陆部长 你叫我有事啊 说着 回头看看 只见大门已经关上了 老三双手抱着胸前堵住了去路 心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可他还是不相信自己干的事情会被发觉 只是一时想不起 除了这件事之外 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如临大敌 网起来 陆虎盯着陈刚注视了一会儿 似乎看出了他有点惊慌失措的眼神 更加确定他心里有鬼 听到陆虎下了命令 大头老五和老三二话不说 扑上去就把陈刚掀翻在地上 不管陈刚嘴里大呼小叫 用一根早就准备好的麻绳 把他手脚捆得结结实实的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陈刚躺在地上 扭动着身子挣扎道 陆虎围着陈刚慢慢走了一圈 说道 想干什么 我倒想问问你想干什么 竟然鬼鬼祟祟的偷窥董事长的家 你昨天不是说 去医院看病了吗 陈刚万万没想到 怕什么就来什么 只是不清楚 陆虎怎么就这么快 发现了自己昨天下午的行踪 难道他们暗中派人跟踪自己 没道理啊 不过既然他说的这么清楚 想隐瞒是不可能了 现在只有先承认 然后找个其他借口 听他的口气倒不像是怀疑自己的卧底身份 否则也不会这么问了 陆部长 你放开我 我说 我真的没干什么 我就是想见识一下董事长家的豪华别墅 陆虎蹲下身子问道 豪华别墅 那你觉得董事长的别墅豪华吗 陈刚说道 我没想到 董事长住的房子 居然这么 根本比不上老大的房子 陆虎问道 你是怎么找到董事长的家的 陈刚一愣心想 当然不能说自己是跟踪他们去的 只有先用张鲁南挡一阵子 于是说道 是 张鲁南告诉我的 话音刚落 只见陆虎站起身来 一脚就踢在陈刚肚子上 然后不顾他的哀嚎 只管他的身上一阵乱踢 直踢着陈刚的身子攻成虾米 才停下来 气喘吁吁地骂道 你这个贱骨头 不让你尝尝滋味 还不知道马王爷 长了几只眼睛呢 你以为我没问过张鲁南吗 还压根就没说过董事长的住持 我再问你一遍 你是怎么找到董事长的家的 陈刚疼得说不出话来 心想 没料到这么一个细节 反而让自己变得更加可疑了 可总不能说 自己是尾随他们去的 这样一来 岂不是更说不清楚了 我 我是自己打听的 其实我是想有机会 能碰见董事长 陆虎点上一支烟 又蹲在陈刚面前说道 自己打听的 好啊 那你说说 你是从哪里打听到的 陈刚根本没有时间细想 只好说道 就是问问街坊 董事长在陆家镇名气这么大 谁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啊 陆虎揪着陈刚的头发 抬起他的脸说道 那你就想错了 董事长虽然名气大 可为人低调 陆虎这的人几乎连他的面都见不到 怎么会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 我看你就别撑了 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还可以少受点疲务之苦 要想骗我 你他妈还嫩着呢 陈刚的头皮被揪得生疼 坚持道 我真的没说谎 也许我问的那个人 正好又知道董事长家 要不然我怎么能找到那去呢 陆虎说道 你说的对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必须弄清楚两件事 头一件就是你是怎么找到那去的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说不说 陈刚眼下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要不然在陆虎这里失去了信用 后面的黄根本就没法编下去 只好咬牙说道 我真的没说谎 那你说我是怎么找到那里去的 陆虎把烟头扔在地上 用脚碾面 然后慢慢地脱下身上的西装 挽起袖子说道 我倒要看看 你小子在耗子里把骨头练得有多硬 说着 正想动手 大头朝前面走了一步 二哥 这事哪能让你动手啊 交给我吧 用不了五分钟 保证让他老老实实交代 说着 冲老五和老三招呼道 过来帮个忙 陈刚眼看着自己 要吃更大的苦头 急忙喊叫道 你们别忘了 我可是阿龙的朋友 老大亲自安排我在这里上班 难道你们就不怕阿龙回来 跟你们算账啊 大头听了愣在那 好像也有点顾虑 于是看着陆虎 没想到 陆虎压根就没出声 只是用下巴示意 他们继续 只见大头抓着陈刚的肩膀 老五和老三 一人抬着他一条腿 把人抬到一张 老式的长条板凳前面 大头把陈刚的上半身 扔在地上 让老五和老三 抓着他的腿 架在板凳上 然后从门后找来一块 四五十公分长 五六厘米宽的主板 先在自己手掌上 啪啪敲了几下 冲一脸京剧的陈刚 咧嘴一笑 说道 我先来点温柔 话音刚落 只见他挥起主板 就用宽的一面 在陈刚一条腿上 抽打起来 嘴里还一边数着数字 直到抽打了二十来下 才停下来 不过陈刚虽然叫得凄惨 可还是咬着牙 没有松口 他知道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只要自己承认跟踪 那么就要为自己的行为 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可问题是 他向陆虎撒谎 看病在前 跟踪在后 要说自己的目的 只是为了好奇 陆虎肯定不会相信 并且 这种解释 只能让自己多挨几板子 当然 为了保住卧底的身份 自己也可以承认 想去董事长家里行窃 可这样一来 恐龙哪里还有面子 肯定不会再来保自己 这份工作 就算是到此为止了 卧底没几天 就以失败告终 怎么 难道还不过瘾啊 大头把主板 在手掌上敲得啪啪响 凑到陈刚面前问道 陈刚咬着牙说 好 你们诬陷啊 等着 等着老大回来 咱们再评评理 大头说的 好吧 但愿在老大回来之前 你挺得住 要不然 连评理的机会又没有 小子 这次可不会像刚才那样温柔了 说着 把主板竖起来 就像是刀子似的 在自己手掌上砍了几下 然后 照着陈刚的腿骨 用力砍了下去 只这么一下 陈刚就疼得差点昏过去 躺在地上的半截身子 差点停起来 嘴里的惨叫声 把外边的鸟都吓跑了 路虎说道 把他嘴堵上 今天要是不说 就打断他一条狗腿 老大那里 自由我来交代 陈刚毕竟只是景校 刚毕业的学生 尽管上学那会儿 也整天戴着拳击手套 热衷于搏击 可哪里尝到过这种滋味 说实话 膝盖骨 是人最怕疼的地方 平时在桌椅上碰一下 都疼得受不了 何况还是用主板用力砍呢 如果被堵住嘴巴 还不知道要挨多少次呢 看来路虎这王八蛋 不仅心细 而且凶残无比 再强硬下去 可别真的被他打断一条腿 反正自己也尽力了 并且还提供了这么重要的情况 即便退出来 廖局长应该也能理解 再说 还有两个卧底呢 只要自己身份不暴露 就不能算背叛 想到这里 陈刚在大头 没有堵住他的嘴之前 及时喊道 我说 我说